公元前506年 吴子虚带领吴国军队攻占楚国影都 史记记载 吴子虚掘开了楚平王墓并鞭尸三百 作为楚国王族的后裔 吴子虚和楚平王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以至于要掘墓鞭尸 千百年来 后世对吴子虚复仇的故事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复会也 吴子虚到底有没有掘墓鞭尸 他的复仇故事又反映出中国古代怎样的复仇观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为您还原 吴子虚复仇的历史真相 公元前506年 吴楚之间终于爆发了 被称为东周第一大战的博举之战 吴君不但以少胜多 还一举攻入了楚国都城影都 作为吴君统帅之一的吴子虚 以胜利复仇者的姿态 重新踏入了这个让他痛恨的地方 但楚平王已死 现任国君楚昭王也已经出逃 吴子虚又如何报父兄之仇 发泄埋藏心中多年的复仇之火呢 他是否真的绝目贬尸 将楚平王的尸身鞭打三百下而泄愤呢 此时吴国已经攻陷楚国都城 又能否一鼓作气击垮楚国 彻底兼并楚国 楚国的沦陷 对纷乱的春秋列国格局 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为您解读 吴子虚复仇第八集 楚国沦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吴国 蔡国 唐国 组成法楚同盟 在与楚军大战后 击败楚军攻入影都 楚昭王仓皇出逃 楚国左司马神隐虚战死 攻下影都后 急于复仇的吴子虚 会做些什么呢 他会用怎样的方式 来发泄内心机遇多年的怒火呢 吴楚之战的最终结局 又是什么呢 公元前506年11月28日 吴军攻占楚国都城 影都 进入影都后 吴军军纪败坏 以占领军的姿态 欧视楚国运重 春秋古良传记载 军 居其君之寝 而欺其君之妻 大夫 居其大夫之寝 而欺其大夫之妻 意思是说 吴国君臣按照等级 分别霸占了楚王 楚国贵族的房子 和他们的老婆 吴子虚则率队 全程搜捕楚昭王 可惜啊 楚昭王早吴军一天 逃离了影都 吴子虚无奈 只得退而求其次 掘开楚平王的坟墓 把他的尸体拖出来 边施三百 然后仰天大哭 请求父兄的 在天之灵安息 在五月春秋 河驴内战中 更是生动的描写道 吴子虚 左脚踩在楚平王的 尸身的脚上 右手弯出尸身的眼睛 是边打边哭 吴子虚 掘目边施的一幕 把他的复仇故事 推上了顶点 边施 自此被视为 臣民复仇君王 正义战胜强权的象征 但历史上 这件事真的存在吗 在史记中 掘目边施一事 除了鉴于吴子虚列传 吴世家也有记载 子虚 薄匹 边平王之师 以报复仇 而在楚世家中 记载却有差异 吴兵 遂入影 辱平王之墓 以吴子虚 故也 冀部 鸾部列传 和十二诸侯年表 也都说是边墓 只是边墓 还是掘墓边施 史记自身的记载 就相互矛盾 而五月春秋中的描写 固然生动丰满 但更像是小说家言 吴子虚 掘目边施一事 恐怕不可信 再来看看 其他的历史文献 是怎样记载的 吕世春秋 首识说 吴子虚 钦涉王宫 编 金平之墓 三百 岳绝书也说 金平王已死 子虚 将足六千 操边 垂吃 平王之墓 而树之曰 西者 无仙人无罪 而子杀之 今此 报子也 上述历史文献中 都只有编墓的记载 没有说编诗 而据左传 定宫四年的近在 吴军进入颖都后 以搬楚宫 自吴王合旅以下 按照尊卑次序 分别住进了楚王 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宅邸 还特别记载了一件事 进入颖都后 吴王之子 紫山霸占了楚国令隐的攻势 覆盖也看上了 就计划举兵攻打 紫山知道自己打不过 害怕了 赶紧让了出来 覆盖 只得一满地占据了该公使 作为正史 左传仅记载了紫山 覆盖 征公之事 根本没有提吴子虚 掘墓编尸的事情 我们一场里推测 如果发生了吴子虚 掘墓编尸这样的大事 史官怎么会只字不提 反而记载 征公这么一件小事 说不通吗 综合以上文献 我认为 吴子虚 绝平王墓 编尸一事 尽管仇报的酣畅淋漓 但并非历史史实 攻占颖都后 吴子虚 找不到楚昭王复仇 就象征性的编打了楚平王的墓 以此作为复仇的标志 这很有可能 但史记和吴越春秋中 所记载的 绝目编尸一事 与史实不符 不足心 探史公记载此事 是因为吴子虚 复仇 符合他的心愿 所以越痛快越好 但也留下了矛盾之处 吴越春秋 本身就是杂史 更像是历史小说 里面充斥着荒诞离奇的记载 这样写不足为奇 对于吴子虚是否绝目编尸 史书众说纷纭 如今已难以定论 但吴子虚绝坟编尸的事 被许多小说和戏曲传播 不但成为吴子虚复仇故事的顶峰 吴子虚也成为复仇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对于中国古代的血亲复仇 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吴子虚复仇的这种行为呢 吴子虚绝目编尸的演绎故事流传开来后 作为一种极端的复仇举动 为后世开了一个恶劣先例 例如南北朝时期 就发生了王斑为复复仇 夜绝陈武帝墓一事 还被载入了《北史笑行传》 这表明 基于中国的宗族文化 无论血亲复仇的举动有多极端 都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因为复仇本身就是尽效的体现 人们认为 复仇这种效益举动 不应该求全责备 真正应该谴责的 其实是制造祸端的罪魁祸首 比如诛杀中良的楚平王 但就现代法治观而言 吴子虚的复仇行为并不可取 与法律所代表的公立救济相比 复仇所代表的私立救济 有很多弊端 第一 复仇行为具有随意性 复仇者凭自己的力量 进行报复性侵害 依据自己对于正义的理解 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手段 选择自认为应负责的对象 复仇者既是裁判者 又是执行者 常常随意扩大报复范围 甚至伤及无辜 第二 复仇行为实际上偏离了矫正正义 复仇者与侵害者 其他社会成员之间 缺乏共同的正义判断标准 和发生分歧时中立的裁判者 因此他所追求的 可能恰恰是非正义 第三 复仇行为极具破坏性 复仇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故意伤害 复仇者在获得心理补偿的同时 也会给先前的伤害者造成伤害 对方又可能展开新一轮的复仇 因此有效的复仇通常意味着必须消灭对方的反报复能力 所谓斩草除根 这就使得复仇行为常常带有残酷性和无节制性 总之 由于复仇行为固有的缺陷 复仇者会从一个受害者慢慢的蜕变成一个加害者 复仇行动也就逐渐上司了正当性 被以法律为代表的功利救济所取代 英都被攻陷之后 无处之战的关键人物楚昭王弃都逃命 仓皇逃到云县 躲开了复仇者吴子虚 楚昭王在云县又遇到另外一个仇将 当初楚昭王的父亲楚平王 曾经杀了自己的手下曼成然 而曼成然的儿子董心 现在是云县的行政长官 面对送上门的仇人之后 斗心会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 像吴子虚一样为父亲报仇吗 曾经的强国楚国如今都城陷落 君王生死未卜 危在旦夕之际 楚国还有谁能扭转这即将灭国的危局呢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继续为您解读 吴子虚复仇第八集 楚国如今宣 再来说说楚昭王 他既是吴子虚想要搜捕而不得的复仇对象 也是吴楚之战的关键 11月27日 楚昭王一行人慌忙逃出影都 先后渡过居水 长江逃到了云中 即云梦泽的江南部分 晚上睡觉时 盗贼突然发动进攻 一个叫王孙犹豫的随从 用自己的后背替楚昭王挡了致命的一击 而他自己当即昏厥不省人事 楚昭王带着随从又逃到了云县 就在今天湖北省京山县和安禄县一带 楚昭王逃到云县 其实是把自己又送到了另一个仇家的手里 云县的行政长官名叫窦新 窦新的父亲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曼承然 窦新的弟弟窦怀 一看报仇的机会来了 就对窦新说道 当年楚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 今天我们就杀死他的儿子 一命抵一命 野丧公道 怎么样 窦新当即制止了他的冒失行为 说道 君王之命是天命 被君王诛杀是死于天命 谁敢仇事 再说了 复仇就应该正打光明 当初楚王杀了我们的父亲时 为什么不去复仇 欺弱怕强 趁别人落难时去谋害人家 这不是勇敢的行为 趁人之危 这并非仁义之举 谋视自己的君王 而使自己的宗族被诛灭 这是不孝 干了事 却没有落下好名声 这也不算有智慧 这四样都不具备 所以 这事 不要再提了 如果你不听劝 执意妄为 我就先杀了你 窦怀不服气 气鼓鼓地走了 窦心又怕他 寻击谋害楚昭王 就与弟弟窦朝一起 护送昭王 逃到了隋国 这里值得玩味的是 同样是杀父之仇 窦心的做法 却与吴子虚完全不同 他的观念是 忠于君王放弃复仇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曼承然的死 是因为鞠躬自傲 贪得无厌 楚平王呢 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把窦心封在云县 以表明 自己并没有忘记 曼承然昔日的功勋 事情做得有礼有节 所以 窦心可以继续效忠楚王 而吴子虚则不能 在斗心的护送下 楚昭王逃到了隋国 所幸隋国没有向追来的吴君 交出楚昭王 昭王在隋从与大臣的保护下 虽然得以保全性命 但是都城仍被吴国占领 只能流落在外 此时的楚国要想扭转危局 只能向其他大国求援 但吴楚大战爆发后 其他大国都持观望态势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一个人却成功说服秦国出兵远处 这个人是谁 他又是如何说动强大秦国的呢 楚国危在旦夕 谁能力往狂澜 申包虚 申包虚是楚国大夫 姓公孙 明包虚 因为封在深地 故称申包虚 他与吴子虚是好朋友 当初在逃亡的路上 吴子虚曾经续道过申包虚 吴子虚告诉申包虚 此仇不共戴天 总有一天 我要报复楚王犯下的滔天罪行 洗刷父兄蒙受的耻辱 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我发誓 一定会颠覆楚国的 申包虚回答道 作为朋友 我同情你的遭遇 但身为楚臣 我也要明确地告诉你 你能覆灭楚国 我就能复兴楚国 吴子虚听完 长叹一声 转身离去了 吴军攻占引渡后 申包虚躲在山中 当他听说吴子虚 编打平王坟墓的事情后 托人带口信给吴子虚 严厉谴责他的行为 吴家的事 大家都很同情 但你这样复仇 未免太过分了吧 吴子虚托来人 转告申包虚 我的处境就好像太阳快落山了 而道路还很遥远 所以只能倒行逆施了 申包虚见吴子虚被复仇冲回了头脑 直到劝说他已经行不通了 要保全楚国 只有向邻国求援 想来想去 帮得上忙的只有秦国 于是申包虚就跑去秦国 向秦哀公求援 申包虚站在秦国的朝堂上 恳求秦国出兵救援 他说 我国国君失手射计 流落草莽 派下臣向贵国告急 吴国就好像野猪和长蛇 他的胃口是没有直径的 楚国毗邻秦国 如果吴国灭亡了楚国 秦国也不得安宁 还不如趁吴军立足未稳 出兵讨伐吴国 这样还能分到 楚国的部分土地和人民 出兵是大事 秦哀公当然不会匆忙决定 就说寡人受教了 先生一路劳顿 不如先到驿馆休息 此事重大 寡人和众臣商量后 再告诉您 申包须正色回答 毕国国君现在还流落荒野 衣食无浊 使命一日没有完成 下臣不敢安居 说完 申包须既不肯告退 也不肯进食 靠在宫市外的墙边 哭了七天七夜 史书上说他 日月不绝生 少饮不入口 七日 当然了 这是艺术上的夸张 根据人的生理 七日不喝水 基本上就完了 申包须的忠诚和执着 彻底感动了秦哀公 他感慨道 楚王无道 才惹出今日之祸 但楚国有您这样的贤德之臣 又怎么可能灭亡呢 终于答应出兵 其实啊 秦国出兵远处 是有自己政治上的考虑 那就是不想吴国灭楚后 趁势做大 威胁秦国 吴军已经攻入了楚国的都城影都 如果一股作气彻底灭亡楚国 吴王和驴就可以成功兼并楚国 建制中原了 但是奇怪的是 吴军攻入影都 仅几个月后 就撤军回国了 那么是秦国远处 起了决定性作用 还是另有原委 吴军从攻入影都 到撤军回国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 继续为您解读 吴子虚复仇第八集 楚国 淫县 那么攻占了影都的吴国 能否一股作气彻底灭亡楚国呢 其实不能 以进入影都为界 吴国开始走下坡路了 从政治上讲 吴国执政团队并没有彻底灭亡楚国的决心和意志 据淮南子太足迅的记载 吴军进入影都后 烧高辅之速 破九龙之中 边平王之墓 宿米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 中顶是国家名气 吴军烧宿破中 恰恰表明他们并没有长期占领楚国的战略规划 而只是竭尽所能的毁坏 除了楚国的战争实力 延缓楚国复苏的时间 因此 吴军在楚国待得越久 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大 作为外国占领军 吴军受到楚国民众的激烈反抗 楚昭王出逃后 他的掌术兄紫西 伪造了楚王的车马服饰 树起王旗 收集散兵游泳 组织抗敌 楚国百姓也自发组织民兵武装和游击队 抗击吴军 据说 河驴曾经一夜换了五个住处 吴军陷入楚人游击战的汪洋之中 最终不得不撤兵 关于吴军撤退的原因 五月春秋是这样解释的 吴军占领颖都后 吴子虚掘木鞭尸 一心只想着复仇 楚昭王发布命令 有谁能够说服吴国撤军 我愿意与他平分国土 一个从乡下来的渔人 接受了招募 他说 我连持把长的短剑和斗把舵的军粮都不用 就能使吴国退兵 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渔人去见了吴子虚 一见面 他就唱道 卢尾中的人啊 你还好吗 吴子虚听完大惊 问道 你是谁 渔人回答说 我就是当年在渔府渡口送你过江 供你饮食 怕泄露行踪 投江自尽的渔翁的儿子 如今 您的仇已经报了 楚国也已经生灵吐炭 我希望您 能顾念家父的救命之恩 保全楚国 立即撤军吧 吴子虚想起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和当初的誓言 感叹道 天意啊 五云深受你父亲的大恩 怎么敢忘恩负义 于是就说服吴王撤军 这样的撤军理由太过儿气 只是为了凸显吴子虚的信义形象 显然不足信 吴越春秋 对吴国撤军的原因 用类似渔夫劝彻 这样的故事来解释 显然有民间演义的成分 那么 吴军在已经攻克楚国都城的情况下 为何没有乘胜追击 从起初的攻城拔寨 到最终的鲨鱼而归 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外成因呢 实际上 吴国撤军 是迫不得已 具体来说 我认为有五点 第一 吴国军臣此时并没有做好吞并楚国的准备 占领引渡后 缺乏战略目标 而战争持续下去 吴国一小博大的弊端 开始显现 战略上陷入被动 第二 吴军精锐 长驱孤悬 敌国 有备于战争之初设定的目标 陷入敌国的人民战争 速决战变成了持久战 歼灭战变成了消耗战 时间一长 十分危险 第三 国际环境的变化 吴楚大战 除了蔡国 唐国等反楚联盟的国家外 域外大国都在座山光虎斗 秦国的出兵 则标志着吴国国际环境的恶化 与强大的秦军作战 而且是在充满敌意的占领国 胜负很难说 一旦失败 就将乾功尽弃 第四 吴国有后顾之忧 越国尽在走夜 吴国精锐部队尽在处地 国内空虚 很难保证越国没有想法 事实上 越国确实趁吴军主力 久驻楚国之机 出兵蹊扰吴国 如果后路被断 可就麻烦了 第五 吴国内乱 秦国出兵救楚后 覆盖见吴军兵士一批 吴王和驴却还执意 留在楚国不走 就率军撤回吴国 有样学样 自立为王 这是内乱 严重动摇了吴军军心 撤兵 也是势在必行 所以说 吴国撤军 是因为内外交困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就当时的局势来看 吴国实际上 并无吞并 楚国的实力 如果能擒获楚王 或者逼迫其签订 城下之盟 这是最佳选择 但楚昭王逃脱 吴军已经丧失先机 常驻楚国 吴军耗不起 这就是吴国 必然要撤兵的 根本原因 吴楚大战结束了 吴子虚终于报了 吴家的血海深仇 但复仇的故事 还没有结束 一个深受吴子虚影响的人 又将在楚国 掀起一场风暴 原因依然是报复仇 这个人是谁呢 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明天我们再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还是用编幕这种特殊的方式 替冤死的父亲和哥哥 报了血海深仇 吴楚大战结束了 但复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一个深受吴子虚影响的人 为报复仇 再次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反叛风暴 这又是怎么回事 复仇的魔咒 明日播出